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你怎么才回来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北湖军队又来了 号称百万已经到了渭水了 王上不得已出了玄武门 直接去见协力可汗 只带了四个人 四个人 什么人 杜如悔 还有封德仪 萧羽 房轩凌 都是些文臣 皇上怎么没有带军队啊 不知道啊 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北湖军队一旦进了长安 烧杀抢掠 立刻就大祸临头了 也许皇上有他的想法 皇上的军队 都在城外 姑娘 我听说长安的军队也不过几万人 即便有办法如何抵挡北湖的百万铁剂啊 姑娘 这次长安肯定是保不住了 走吧再走来不及了 来来去他去他 不 皇上肯定有他的办法 姑娘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他 可如今北湖这么多军队 他就是神仙也没办法啊 走吧姑娘 街上其他的酒家店铺他们都走了吗 没有啊 好像 哎 对了 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 北湖人已经兵临城下了 他们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是听麦肉的说的 麦肉的都知道了 街上的人能不知道吗 老板娘这酒不错上酒 上酒吧 姑娘真的不走啊 街上的人都没有走 我们走干什么 老板娘上酒啊 上酒吧 小大人 就我们几个人啊 皇上说 御时静德他们一会就到 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别往后看 挺起胸膛傲视敌人 可汗 唐朝皇上如此轻视我们 只带了这么几个人 可汗 只要你一声令下 喝口奶的功夫 臣便可冲过胃水 坡壮的唐朝皇上 李世民一向善于用兵 不可莽撞 协力可汗 我们又见面了 大唐皇上 你就带了这么几个人 来见本可汗 你就不怕本可汗 一口把你吃掉吗 可汗远道而来 深入我大唐的腹地 被一口吃掉的应该是你 协力可汗 大唐皇上 本可汗有百万大军 你想一口吃掉本可汗 你也狂妄点了吧 两年前 朕与可汗在宾州缔结了盟约 朕将大唐百姓的私伯 朝廷的金银 每年都赠送于你 数量众多 数不胜数 可是 你一再背弃盟约 禁犯我大唐 此次 你又号称率领百万大军 兵指长安 你已经触犯了重怒 誓可忍 孰不可忍 协力可汗 即使朕把长安让给你 大唐的百万将士 千万子民也绝不会答应 朕若下诏与你决战 大唐上下都会拿起兵器 到那时 可汗麾下的十数万军队 你别说是号称百万 你就是号称千万 也不是朕的对手 一个都别想回到草原 可汗 唐朝皇上怎么知道 我们只带了十几万人马 是不是私利搞的秘 私利是不会的 可他没有回来 那是因为大唐皇上 真的要与本可汗交战了 协力可汗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等你一旦跨过了渭水 即使朕宽恕了你 朕的子民也绝不会放过你的 大唐皇上 你不要吓唬本可汗 本可汗这就跨过渭水 看看你的臣民和将士脉 是如何对待本可汗的 那好啊 那朕就站在渭水岸边 看着你们是如何渡过渭水的 不要慌 北湖人在看着我们 陛下 臣不害怕 臣只是为陛下担心 假如北湖人贸然渡过渭水 那陛下现在的处境不就太危险了吗 他们不敢 准备过河 是 吹脚航 等等 刚汗你看 可汗 可汗 多亏你有酒杯吹响 协力可汗 如今的大唐 以今非昔比 号令整齐 上下一心 协力可汗 朕的令旗如果向前一挥 朕的将士就会赴汤蹈火 勇往直前 可汗的使者 私利对朕说 可汗 是来拜业朕的 来恭贺朕登基做了皇上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朕的令旗可以向后挥动 让朕的军队变为迎接朋友的仪仗 但是 朕至今尚未看到可汗 有拜业朕的迹象 所以朕的令旗 不知道是该向前 还是向后 可汗 赶快拜见大唐皇上吧 否则 今日难归了 可汗 大唐皇上的令旗 一旦向前挥动 灾祸 就要降临了 可汗 中原有句话 能屈能伸大丈夫 可汗 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要拜 你们就拜吧 大唐皇上 北湖文臣武将 受可汗之命 拜见大唐皇上 恭贺皇上登基临政 喜利可汗 你怎么不下马 拜业朕呢 大唐皇上 本可汗本想过渭水拜见陛下 可陛下的军队杀气腾腾 本可汗虽不怕死 但本可汗又怀疑陛下 是不愿意让本可汗过渭水 与陛下再去兄弟之情啊 可汗 如若真是为兄弟情谊而来 朕将一人再次恭候可汗 撤 陛下 兵法上说兵以诈力 陛下不能因为邪力的表面驱缩 而轻信敌人 陛下 军队不能撤 你们放心吧 朕已经谋划好了 陛下谋划得再好 邪力若孤注一掷 陛下将大难临头啊 怎么 你们害怕了 臣死不足距 臣这是为射击担忧 陛下若有闪失 朝廷就会崩溃 射击就将不保 陛下 还是把军队调回来吧 小语 朕撤走军队 就是为了孤朝廷 保射击 陛下的话臣不明白 邪力之所以敢清朝出动 直打我京师郊外 是因为大唐内乱 朕刚即位 如果向他们示弱 敌人必会放纵他们的士兵 大肆抢掠 践踏百姓 而不能制止 所以朕轻其独出 已是藐视 然后炫耀军容 似乎志在一战 邪力深入中原 心存戒心 朕此时 让军队撤离 他们就会一上加仪 不敢轻易渡过渭水 如此一来 与之决战就会胜利 与之和谈就会成功 主动之事于朕之手 要收服北湖在此一举 玄陵 克明 得宜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只留下萧雨一人 在此观看 陛下 臣愿意留下 在此陪伴陛下 留下萧雨是观看不是陪伴 你们都退下吧 是陛下 这 协力可汗 你看到了吧 朕身为大唐的皇上 以诚信在天下 言必信 行必果 可汗 朕再次恭候你了 大唐皇上的气度 本可汗由衷钦佩 大唐皇上的诚信 天下有目共睹 大唐王朝举国同心 令本可汗仰慕 本可汗若空手败也 威望四海的大唐皇上 那时对皇上的不敬 皇上的臣民将士 将小视本可汗 本可汗 予以挑选草原上最圣洁的白马 在长安城下 与陛下引白马之血而蒙示 不知陛下赞同与否 朕怎么没有看到突立可汗 朕思念这位兄弟 朕盼望着 与你们两位可汗 同饮白马之血 两年前 突立可汗与陛下格外如雀 此次蒙示 本可汗只是为了弥补遗憾 好 朕就在长安城西 迎接协力可汗 要知道那北湖人 号称百万之众 接着说 百万北湖军队铺满了渭水北岸 战马四名 弯刀闪亮长弓在手 只待协力可汗一声令下 便踏过渭水 蹂躏长安 对 那清醒 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呀 嗯 就在这个时候 咱们的皇上 年轻鹦鹉的皇上 置身一人 穿着闪亮的铠甲 来到渭水南岸 面对百万北湖军队 隔岸相对 你们猜 后来怎么样 北湖冰退了呗 对啊就是啊 别打岔别打岔嘛 接着说接着说 哎 嘿 皇上的身影映照在渭河之中 那身影变成了一条龙 龙 金灿灿 映照着渭水两岸 哎呀 北湖人纷纷下跪 向真龙天子叩拜 哦 那个邪力可汗 至身来到皇上大仗前 请求和解 哎 皇上下诏 下诏明白吧 嗯 下诏 不知道 那是天子对臣下的指命 哦 准许和解 邪力答应 不再禁犯中原了 哎 大唐有如此皇上 是我们百姓的福气啊 那是 有皇上在啊 北湖人再也不敢进犯长安了 对对对 姑娘 这回你又赌赢了 马上马上 我可不是赌的 那你怎么知道北湖人进不了长安呢 好啊 人心所向 对 人心所向 人心所向啊 少酒 哎 来了 我来 来来来 快上酒 来 少酒 少酒 来啦 这位客官 请用酒 谢谢啊 慢用啊 接着说 接着说 说 你别着急呀 等我喝完酒再说呀 你再说啊 接着说 接着说 邪力来势汹汹 经陛下庶言便敲人而退 邪力可汗还以臣自居请求和解 陛下的谋划实在是高远神奇啊 是啊 如果没有朝臣一致将领童心 朕的谋略就是再神奇也不会成功啊 来来来来大家坐 好 来 陛下 孔子曰文事必有五倍 臣斗胆问一句 假如这邪力真的贸然渡过渭水 陛下有把握消灭他们吗 当然 邪力的军队即使如陛下所说 只有十余万人马 可这也剩我们数倍啊 陛下的胜算何在呢 当时 朕看邪力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 军纪涣散 君臣各怀心思 比如 朕让他们败夜时 北湖的文臣武将全都下了马 只有邪力一人还留在马上 如果 朕手中的令旗向前一挥 其事将锐不可挡 再说 朕让长孙无忌和李靖 设伏兵于宾州 如果敌军败逃 伏兵劫机在前 大军追杀在后 消灭邪力那是易如反掌 那陛下令旗为何不前徽呢 朕刚登位不久 天下尚未完全平定 大唐还不富足 一旦与邪力作战 不但劳民伤财 还会加深于北湖的积怨 这不利于百姓修养生息 所以兵戈慎用 以何为贵 朕以军事威胁敌人 再以玉帛软化敌人 北湖人得到了朕的玉帛 就会抑制消退 防备懈怠 待朕仰精蓄锐强盛之时 如果协力再敢进犯大唐 朕就一举消灭之 陛下 陛下的远见 不是为臣的目光所能看到的 为君者没有远见 朝廷就会迷茫 为臣者没有远见 就不会为君王奉献治国的良谋 陛下的教诲 臣一定铭记在心 姑娘 都这么晚了 她肯定不会来了 我关门去了 不要关门 都这么晚了 她不会来了 她来了 姑娘 她真的来了 那赶紧热菜啊 月容 你终于来了 我来喝得胜酒 你让我等太久了 月容 跟我进宫吧 我天天都在想你 我 你答应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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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失业 月容 你相信我 我的皇宫 我的皇宫 会长久祥和 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跟我进宫吧 我不能再让你过这种期盼的日子了 你肯定是一种庆幸的事 我已经习惯了 你别再提皇宫的事 否则 我将不得不离开长安 好吧 我不再提皇宫的事情 来 我们一起喝得胜酒吧 moto 禀兵 父王 还有一本 祝能进宫 �臣 你有何事啊 臣听说 我们一般支末 陛下昨夜出宫去了 朕是去看望一个故人 那陛下看望的故人是谁呢 这与朝政无关 你就不用问了 如果臣没有猜错的话 陛下看望的可是隋朝的公主 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 那就与朝政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朕的朋友 朕去看望一位朋友 与朝政有什么关系啊 陛下贵为天子 一举一动都与朝政有关系 魏征 朕倒要听听 关系何在 陛下是天子 天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朝廷的规矩 陛下要是看重隋朝的公主 就应该将她召至宫中 而不应该在宫外优惠 若不然朝廷内外多有非议 这会影响天子的声望 还有吗 隋朝公主 尽管是陛下的朋友 但是她还是隋阳帝的女儿 陛下与之交往 百姓会把陛下和隋阳帝相联系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月容公主虽然是隋阳帝的女儿 但她更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人 她是朕的知己 她对朕的期盼也像朕的名字一样 既是安民 为父苍生 陛下所言可以昭示天下吗 隋朝公主对陛下的期盼 陛下可以向朝臣们 向百姓解释得清楚吗 这是陛下所做不到的 人一言可畏 陛下虽是天子 但总不能不让别人说话议论 让他们说好了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朕不听 朕也不怕 陛下既然做了天子 就不能感情用事 应该以设计 以朝政 以天下的需要 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呀 朕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皇上提倡节俭 得意不便在外面宴请二位 只能与寒舍 备几杯薄酒 略表心意 封大人的酒 我是一定要喝的 但是喝酒 要有名堂 不知道封大人的酒 是什么名堂 说得好 喝酒一定要有名堂 今天得意宴请二位 喝的是拜师酒 封大人不是在说笑吧 封大人乃两朝元老 辅佐过三个皇帝 这朝政之事更是惊艳累累 我和如惠刚入朝廷 怎么能做封大人的老师呢 不满二位贤才 得意 得意辅佐隋阳帝的时候 沾染了很多陋西 辅佐武德皇帝 得意小心谨慎 生怕把隋朝的陋西 带入大唐 所以毫无政绩可言 如今不同了 皇上如此信任我 那我应该为大唐的振兴 献高策立书功啊 当年二位贤才 在文学馆的为政之论 得意都听说过 那些红论 听了真让人振奋 所以得意早就有想拜二位贤才 为师之意 只可惜啊 现在好了 能和二位贤才同殿为臣 得意才有拜师的机会 希望二位贤才 千万不要嫌弃得意啊 此言差矣 封大人善于周旋 当年就陛下于雷霆之下 我们怎敢嫌弃大人呢 封大人 这拜师之事就不提了吧 我等既然深得皇上的信任 那么就应该为振兴大唐 勤奋求之 欧心沥血共同商讨朝政 辅佐皇上开创大唐盛事 这么说二位贤才是答应了 玄陵并没有答应 他是说共同商议朝政 好 只要能为振兴大唐 就不讲什么形式了 来干一杯 来 陛下 该歇息了 王后 太上皇 近日可好啊 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太上皇 太上皇心情很好 身体也很好 明日 你再去看太上皇的时候 就说 朕忙过这几日 就去看她 是 陛下 陛下忙完这些日子 也该接月容公主进宫了 陛下答应过臣妾 接她进宫 让臣妾好有个帮手 朕才刚刚登基三个月 就接一个隋朝的公主入宫 众朝臣们会议论纷纷 像魏征这样的人 一定会当面质问朕 令朕无言下台 那陛下也应该去看看月容公主 朕如今是皇上 不必做秦王的时候 身不由己 不便出宫 更不便去见月容 这有 以后再说吧 给老板娘 客官再来 干杯 干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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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走走走走 为什么呀 走 走走走走 你们这是 皇后驾到还不跪拜 皇后 明女拜见皇后 月容公主 起来吧 我是来接你进宫的 进宫 怎么 我 你放心 我会好好待你的 我不去 为什么 他想你 天天都在想你 我跟他说过 不再进帝王家 月容公主 我知道 大隋的亲父 让你吃了很多苦 经历了无数艰难 我会像亲姐妹一样带你的 皇宫的人 也会好好带你的 去吧 谢谢皇后 月容 月容虽是一个小梨子 但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不再收回 这是皇上的旨意 那 那我就抗之不尊了 陛下 臣妾去看过月容公主了 陛下 他 看上去还好吗 看上去过得还不错 陛下 臣妾是想接他进宫 可他不来 他不会来的 他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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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真的要走啊 不走 皇后还得来 我看皇后挺好的 没什么可怕的 姑娘跟他进宫就是了 我一个随朝的公主进了皇宫 朝城门会议论不止 皇上至高无上 朝城门就是议论几句又能怎么样 他这个皇上做得不容易 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 皇上 收拾东西吧 明天一早就离开 皇上 陛下 你去哪里啊 我 我出去走走 陛下 这么晚了 明天再去吧 哦 快 去东门 你坐 那都快要走 这是酒吧 最好 买ep 这儿 我壮丢了 IES 我去哪里了 我这是发现的 是鼻子 你快要走 你快去哪里了 他又不知道咱们走 陛下 陛下 陛下放开我 陛下放开我 陛下 皇上 皇上 我不能跟你回去 为什么 你是皇上 你不能只想着我一个隋朝的公主 你应该想着天下 这是两码事 月容 我喜欢你 皇上 月容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二哥 我答应你 我给你一个许诺 什么许诺 带到你的王朝强盛之时 子民赋予之后 我会来找你的 月容 你等着 我的王朝一定会强盛的 我的子民一定会赋予的 手 我等着你 不怕 不怕 你 不是 导致 这是 στην 晚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求你们专心席舍 闲暇无事 朕就可以做你们的老师 一旦敌人来犯 朕就做你们的将军 如果你们人人都齐舍精粮 那大唐的臣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陛下放心 臣等将认真聆听陛下教诲 刻苦习练 人人神社 皆做精锐之族 朕要时常地考核你们 凡设计精粮者 朕要给予赏赐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 陛下 唐律规定 凡携带兵器进入皇上的居所 当受绞刑 如今陛下让宫位持剑师于大殿之前 陛下亲临其间 若有狂徒暗中发射 出其不意 陛下 大唐将有灭顶的灾祸 得已 刚才萧鱼说朕带领宫位在殿前席设 是灭顶之灾 你怎么看啊 陛下高瞻远瞩 陛下所为为臣的目光怎能看透啊 得已 朕说过 臣对军说话要说真话实话 你就不要用徐岩来对付朕了 臣以为 帝王应该是四海为一家 大唐将域内都是陛下的子民 陛下对待子民可以说是推心致腹 那么 对于殿前的宫位 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得已所言 正是朕想说的 不出数年 朕的宫位便会成为精锐之兵 臣深信不疑 陛下带领殿前宫位席设 意在告诉大家安逸不忘战乱 可现在朝廷兵源不足 陛下只是点招十八岁以上的壮男 应征入伍 这远远不能充足朝廷的军队 臣以为 年龄超过十六岁的中男 其身强力壮者 陛下也可一并点招 嗯 朕准奏 陛下 臣以为不可 有何不可呀 军队御用在于得道 而不在于众多 陛下点招壮男 依道而用 足可以无敌于天下 又何必多招细弱中男 妄增兵源虚数呢 中男者中身体强壮的已不止十六岁 有的已经超过了十八岁 只是奸民们榨减岁数 为了逃避争议而已 点招他们又有何妨啊 你坐下吧 陛下常说 用诚心统一天下 方克式臣民皆无欺诈 如今陛下登基不久 却已屡次失信于民了 朕何事失信于民了 陛下曾经下诏说 官中免两年租调 官外免复役一年 不久又下斥令 说减免税赴从第二年开始 今年重新征收 百姓多有非议 如今既征收租调 又点诏兵丁 还怀疑中男的年龄有欺诈 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 用诚心统一天下吗 陛下如果认为微臣言辞有过 可以惩治微臣 但陛下如果执意点诏中男 失信于百姓 即使把魏征关进牢狱 魏征还将上奏 直至陛下改之 魏儿卿 请起 谢陛下 魏儿卿 先前 朕以为你固执己见 怀疑你不通达政事 方才 听你论说朝廷大事 句句道出为政的惊讶 好 朕如果号令不信 则百姓无所遵从 朕又如何能治理天下 朕的过失 的确很深 朕要修正错误 不再点诏中男 陛下圣明 朕刚刚犯了错误 有什么圣明的 朕这几日错误屡屡啊 重征租调 又乱诏中男 失信于天下 为朕坦诚觐见 朕还错怪他 行了 你们都坐下吧 诸位爱卿 如果真心的爱护朕 就应该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尤其是对朕的错误 不能再让朕 天下共恨了 臣遵旨 为了鼓励诸位爱卿 当面指证朕的错误 朕赏赐未争 黄金一瓮 谢陛下龙恩 多少次美丽的坠语 已把这一生相许 把淋上你的风采 依然如此的熟悉 多少次知情的寻觅 乘戒着探风寒雨 红尘中你的足迹 红尘中你的足迹 总在人世间延续 是怎样的久远的期待 是怎样的久远的期待 穿透了深河寺的距离 这一片浪浪乾坤花照月星 你是千年的恋曲 是怎样的久远的期待 传在我心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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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